大家好,我是浮萍 今天我们要聊聊的公司是农夫山泉 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 农夫山泉的创始人 钟珊珊、丽雅著名富豪马云和马化腾 登上了亚洲第一富豪的宝座 从而上了各大新闻 农夫山泉是中国的一家饮用水和饮料生产企业 占据了中国包装饮用水的市场占有率第一 主力产品是瓶装天然水 虽然我之前就听过了农夫山泉的名字 但是却万万没想到它的潜力是如此巨大 能够以日常消费品公司的身份 帮助它的创始人一举超越估值一项偏高的一众科技大佬 因此,这期视频会以三个角度 来解析亚洲新首富钟珊珊和她的农夫山泉 分别是钟珊珊的创业故事 农夫山泉是卖瓶子和广告的公司 以及为什么农夫山泉要上市 在开始之前 希望朋友们能够顺手点个赞和订阅本频道 也可以顺便看一下本频道的其他视频 本频道会主要介绍 分析和解码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 历史以及故事等等 但不会对该公司提供任何的买卖建议 当然,如果各位朋友有想要了解的公司或话题 也非常欢迎留言让我知道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钟珊珊于1954年在中国浙江出生 她毕业于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在毕业后进入浙江热报担任一名记者 做了记者五年后 钟珊珊于1983年辞职 并去了海南创业 最开始 钟珊珊做过一些种蘑菇之类的创业项目 但都没有成功 1991年前后 钟珊珊借着在浙江做记者结识的人脉 成为我哈哈在海南和广西的总代理 就此开始了绝经之路 我哈哈是由钟清后于1987年所创立的中国企业 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 同时也是全球第五大的饮料生产企业 当时由于海南是新开发的经济特区 我哈哈对代理方面有优惠价格 头脑聪明的钟珊珊利用这个差价把从海南低价买进的我哈哈产品 以高价带到广东出售 虽然这让钟珊珊迅速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但这也触碰了代理权的权益问题 这个事情被钟清后发现后 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钟珊珊也因此失去了我哈哈的代理资格 失去了代理权后 钟珊珊决定建立自己的公司 这次她把目标锁定在保健品行业 她发现当地人喜欢喝一种有硅边制成的汤 据说有滋补养生的作用 于是钟珊珊在1993年创办海南养生堂 研发并推出养生堂规别丸 出乎意料的是市场反应非常好 钟珊珊的养生堂在众多保健品品牌中占有一席之地 为未来自己在其他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卖保健品完成的资本积累 钟珊珊转头杀回饮料市场 与哇哈哈展开激烈的市场争夺 1996年9月 钟珊珊在杭州成立了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 并在2011年更名为农夫山泉 主要贩售瓶装水 当时市场上主流的瓶装水主要是纯净水 纯净水是指通过蒸馏 去离子化等的过程 生产出来的瓶装水 这种水不含杂质 主要的品牌如仪宝 哇哈哈等已经占据较大的市场 而农夫山泉作为饮用水的新进入者 跟这些大品牌竞争瓶装纯净水市场 并不占据优势 因此 钟珊珊急需一个蓝海策略 来帮助农夫山泉打开市场 之前收买保健品的大火成功 给了钟珊珊一个启发 他在瓶装水的品类上打造了一个天然水的概念 天然水只取自地下形成的泉水 矿泉水等 只需最小限度的处理 相比纯净水 这种水含有矿物质元素 号称对身体更好 由于天然水的推输会严重影响纯净水的销量 所以一时之间 钟珊珊处在了风口浪尖 成为全行业公敌 然而 他还是依然推出农夫山泉天然矿物水 一家对抗当时还是市场主流的纯净水 凭着特立独行的理论和全渠道的营销轰炸 农夫山泉迅速打开了市场 经过多年发展 农夫山泉不再局限于瓶装水市场 他还把产品多元化至茶饮料 功能饮料及果汁饮料 而且市场份额均居中国市场前三位 农夫山泉旗下的产品包括了茶派 煎酵 水溶锡100 农夫果园等等 2001年9月 钟珊珊耀耗资1710万元 买下了万泰生物95%的股权 万泰生物是一家从事生物诊断试剂 与疫苗研发及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 2020年4月29日 万泰生物上市 在上市的8个月中 万泰生物共收获34个暂停板 2020年全年账幅达2230% 同时 在2020年9月8日 农夫山泉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2020年的累积账幅超过176% 凭着万泰生物和农夫山泉的股价暴涨 创始人钟珊珊的身价也随障传高 成为了中国首富 同时在全球富豪榜当中排名前十 虽然农夫山泉是一家著名的饮用水公司 但是它时常被大众调侃 是一家被卖水耽误的广告公司 以及卖瓶子的公司 那么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在农夫山泉抛出天然水的概念后 钟珊珊在此概念为基础上 创造了两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 第一句是农夫山泉有点甜 这句广告词朗朗上口 还给人一种心理暗示 喝一口会觉得有甜味 突出自然 口感好 健康的很多特点 同时这句广告语与 采字千岛湖的天然水资源相得益彰 让农夫山泉天然水的定位建立了竞争壁垒 而农夫山泉另一句著名广告语是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由于农夫山泉售卖的是天然水 所以对水源的要求极为苛刻 天然水的水源必须是符合一定国际标准的地表水 泉水 矿泉水 取水区域内一般环境清幽 无任何工业污染 而农夫山泉在中国境内拥有着十大水源地 包括了浙江千岛湖 四川尔眉山 山西太白山 吉林长白山等等 因此 这句广告词给人的印象是农夫山泉是直接从大自然取水 这种水是纯天然 无任何加工的 这两句广告语给了消费者一个最深的印象 农夫山泉生产的是最优质的天然水 这让农夫山泉在竞争激烈的饮用水市场开启一片蓝海 并最终坐稳老大的位置 除了因极其输涩的广告与宣传 而被调侃为被卖水耽误的广告公司外 农夫山泉还是一家卖瓶子的公司 很多人以为农夫山泉是靠卖水赚钱的 然而通过它的招股书 我们会发现在农夫山泉2019年的生产成本中 用于生产瓶子的PET塑料的支出 占了销售成本的31.6% 属于最大的成本支出项目 如果再加上纸箱、标签和收缩膜等等的包装材料 以及工人工资、行政费用、运费等等杂项 我们可以得出水的成本只占据总成本的不到10% 由此可见 一瓶售价2元的农夫山泉 它的瓶子成本还高于它的水 仿佛它的瓶子是主产品 而其中的水只是负责品 所以大家才会调侃农夫山泉是一家卖瓶子的公司 在2017年6月 钟闪闪曾经公开表示 资本市场讲究需求和被需求 但农夫山泉现在没需求 因此不需要上市 确实 农夫山泉的利润率高 现金流健康 而且不愁销量 实在没有什么必须上市的理由 然而在三年之后 这个不需要上市的农夫山泉 终究还是走上了资本市场的道路 那么 为什么钟闪闪会上市农夫山泉呢? 农夫山泉此次的IPO定价为 每股21.5港元 募资81.49亿港元 实际上 农夫山泉其实并不缺钱 以2018年为例 在几乎没有贷款的情况下 农夫山泉的账面存有现金17.60亿元 结构性存款36亿元 这使得农夫山泉的流动资产金额高达26.78亿元 此外 饮用水与饮料是一个现金流很好的业务 因此 除了账面拥有大量的现金储备外 农夫山泉每天都产生庞大的现金流 然而 奇怪的是 农夫山泉在富岗上市前 还集中进行了大量分红 几乎分光了公司账面的钱 根据招股书显示 在2017年和2018年 农夫山泉给股东每年的分红均为3.67亿元 但在2019年 股东的分红却突然提升至 95.98亿元 甚至在2018年账面几乎没有贷款的农夫山泉 还因为分红而向银行借了10亿元的贷款 在2020年3月举行的股东大会上 农夫山泉再度宣布 派发总计9亿元的股息 包括7.2亿元的股份股息 及1.8亿元的现金股息 此外 农夫山泉还计划在上市前的8月14日 向股东再度发放78亿元股息 这78亿元股息甚至超过了公司的存款 凭借主业产生的现金流才勉强足够分红 考虑到中山泉实际掌控了农夫山泉超过87%的股份 因此绝大部分的分红都流进了中山泉的口袋里 大量的分红让农夫山泉的账面资金 在一时之间着金见走 因此需要通过IPO向市场募资 来支持公司未来的扩张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红举动 我们不难不认为中山泉有着变现的需要 那么 为什么中山泉需要那么庞大的资金呢 中山泉掌控的企业众多 其中的核心资产可以归结为四条主线 即疫苗检测 饮料消费 保健品 以及房地产 以农夫山泉为载体的饮料业务 虽然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 并且业务增长速度也远高于行业平均 但无论如何 饮料的赛道都无法与需求旺盛 又更具价值含量的疫苗和保健品相提并论 与其继续向饮料业务投入资金 扩大产能 倒不如将资金改到 挪到更具前景的健康领域 总结来说 种种举动似乎透露着 中山泉有意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而农夫山泉作为一个现金奶牛 她的定位就是为中山泉其他更加烧钱的行业提供输血 为未来庞大的商业帝国做奠基之用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收藏和分享 我们下期见